《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收看CBTV的國情講程 教授這一陣子我們公民黨經常被人攻擊 很大火力 兩件事包括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之後 政府說要堵塞樓正和還評 風高浪急 現在政府要聽北京說 北京對香港政策其實各個環節都是 都是用統戰的框架來看問題 統戰也者即是以我為主 即是我作主 但能夠爭取到聽話的 我就拔他過來 不聽話的 我就集中火力打擊他 形成一種阻嚇的作用 有一種示範的效應 你不聽話 博弄你 讓別人害怕 讓別人知道 不聽我說的後果就是這樣 聽話的 收編過來的 當然是高官厚錄 很多好處 亦都被人看見 你如果過來的 為我賣命的 好處是怎樣 你現在看香港政壇人物都看得很清楚 從廣英過來的 以前最顯赫的中視員 范徐麗泰 為他賣命 現在出在政壇的有葉劉淑儀 你見得到的 他也是告訴你 你看看中視員 以前港英最信的人 一過來 我們多給他面子 你看看范徐麗泰 港英最信的人之一 起碼都入了行政立法兩局 你看看他過來 我們多照顧他 你看看葉劉 以前他願意23條犯重路 只要他回來 他願意在政壇復出 我們一定會幫他 你給他一個板體 你願意和我賣命的 有這樣的好處 你們不聽話的 我就賭下來 以前你都見到他是怎樣對付民主黨的 上一次區議會選舉 大家都知道 他是全力打擊他第二梯隊的重心人物 以至好像張賢登 陳家偉都落馬 即是說 我要教訓你 你看看我集中火力去攻擊你 這些第二梯隊的最重要的人物 現在自然你見到民主黨就肯和中聯辦談 你又去公民黨去搞變相公投 這個對象就很清楚 同一時間 黎廣德都是一個被主要攻擊的對象 因為大家都覺得他有機會可能走出來 正常是用和民主黨 打擊民主黨這個方法 做出來 其實同一個劇本 還有就是 用回 講回 我們可能去到兩件事 我們先替補 替補安排 完全是衝擊著 衝擊著整個制度 可能剛才你說的威脅效應 但威脅效應 做出來的後果到最後 就是傳播人要受害 其實是夠膽這樣玩 我覺得 首先大家看看比較深層次的原因 正文地政府時代 他很明白 我是正文地政府 絕無代表性 我是英國人的政府 不過我明白我是正文地政府 第一 我成績做得好 以正績贏得應受性 第二 他陸續開拓聽民意的渠道 至少你說他做出表演也好 總之 有些重要反對派的人物 都盡量研覽你入政壇 入諮詢委員會的架構 表示他有啞亮去聽 其實現在的情況都應該差不多 因為你很明顯的 你曾蔭建華也好 曾蔭權也好 你是全民選出來的嗎 你有多少認受性 多少人選你出來 你自己心中有數 你面對所謂泛民 別人明顯地在立法會選舉 每次都大概有六成選票 這是很清楚的 你自己沒有認受性 而去打擊有認受性的人 你是說不通的 即是你深層次的矛盾 就是你始終自己沒有民意支持 沒有認受性 你又經常去打擊那些 有認受性 有民意支持的那些 之後我們看到很多事情 都真的不按規矩辦事 都盡量你政府行政機關 行政長官行出來去罵人 譬如我們看到先前這個預算案 即是民主派不通過這個 臨時撥款 那你就罵人了 其實這個最簡單的問題就是 是人都知道在議會政治裏面 你做政府你拿任何議案去議會 你都要保證夠非夠多數支持 這是很自然的責任 你都不能罵人的 你拿個議案去 你就要自己數夠非 順利通過 不夠數不夠 你就知道不要拿去住 你自己不做功夫 結果就輸了 接著客人又說 會影響香港繁榮 又說會影響服務 這些客人 所有人都知道 你有好幾個去北京開會 你打電話叫他回來 你來救非 你便通過了 是一個禮拜的事 是少少尷尬的事 你又走出來去嚇人 走出來去嚇人 客人說服務受到影響了 因為懂得實情的人 知道實在不會影響 你幾個電話叫齊些人回來 去立法會投票 怎麼會輸呢 現在這些環評更加離譜 就是你完全違反法治的精神 誰人都知道 在一個民主的社會 在一個法治的社會 大家都會動用所有合法的途徑 合法的武器 去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只要別人守法 沒有犯法 這是天公地道的事 人家就要去做 你現在又罵別人 濫用司法程序 真的很不公道 怎樣公道化呢 基本法賦予的 所有這些權利 除非你說廢買 廢買司法風格制度 廢買法門 不用搞了 所有事情可以直接通過 是最快的 基本上獨裁政府 獨國都知道 是最有效率的 你是不是都要這些工程 快快動工 不理民意的時候 顯露出 其實他們這個行政主導 或者各班曾任權的管治班子 尊重民意的程度去到哪裡 你不要說在政策上有爭拗 你認為經濟發展最重要 他認為環保最重要 各有自己的立場 你不要說這些 即使一個殺人犯 我也有權盡量利用司法的程序 去保護我權益 起碼不用終身監禁 不用判死刑 我輸了我都會上訴 我都會盡量拖 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難道你說 你濫用司法程序 你浪費納稅 你金錢又還要上訴 你明明殺了人 你怎樣說得通 這些起碼的常識都沒有 你最重要的後果 就是令人看看 你這個行政長官 還有沒有最基本的法治精神 別人就問這個問題 以至兩三日後 你那些有關司局長 都變了口風 其實邊相都是刮你行政長官的不客 你看看以後邱騰華 他們怎樣說出來 他都說 我們都要尊重司法程序 別人從司法程序 去阻撓政府的行動 你政府只能應戰 你輸了就上訴 這是基本法治精神制度下 你應該做的事 反過來就反映出 他老闆 曾蔭權很不守規矩 即是連基本法治精神都沒有 但今次事件也看得出 其實曾蔭權的管治班子 其實已經是散修修了 有什麼理由 星期四 李老闆 在說濫用司法 什麼什麼 然後同時間 竟然是 不是動用他自己的管治團隊 有同一個立場 反而是 劉沐洪 又或者工業會 都在說 要吃飯 不要妨礙經濟發展 其實他們才是 跟曾蔭權的論述 但另一方面 邱騰華 黃仁龍 全部都在唱反調 理論上 管治團隊 不是應該加入一齊 有一個很核心的價值 或者相近的價值 但今次完全是看到他們 沒有價值 究竟這個政府只剩下十幾個月 但也不是這樣 其實就是 你如果曾蔭權是比較公道的人 是有風道的人 你收回你的說話 這個是說錯了 我說錯了就要動協 那你就收回 這個是公公道道 你手下的局長也容易做 但是你錯了 不肯認錯 你的局長也要守規矩 你的局長不肯跟著老闆 不守規矩 你的局長也起碼有 基本的法治精神 於是你出來所說的話 就跟他們的老闆反調 你只是令到曾蔭權很難看 基本上就是大家實事求是 說錯話就承認錯 那就容易解決 正常你講 你另外一方面 你的打手 你親中陣營的打手 就出來 就沒得好說 你說起劉夢雄也挺好笑的 這一類的政協打手 你會見到因為民主黨聽話 我們記得前幾個月 民主黨的黨慶 劉夢雄親自去吃飯 坐足全場 還捐了10萬元 捐了10萬元 又好像給他買了一瓶酒 諸如此類 總之我們知道他捐了10萬元 你看到這一類的親中陣營的打手 反正錢多 你看到他賣報紙真的賣不少 對我們的媒體也很有貢獻 你看看他對民主黨的態度 和對公民黨的態度 就很清楚了 這個局 究竟接下來十幾個月 還有什麼潛藏的問題 我們剛才說完環評與法治 我想我們休息可以說一說 替補的安排 從很普通的政治上色 現在究竟犯了什麼政治上色的矛盾 好嗎 休息回來再談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什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看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 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歡迎收看國情講程 這一節我們就可能探討一下 這個締補安排 立法會選舉裡面的安排 話說這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林瑞麟就在516公投 一周年之後的一天 517公佈了這個 立法會他們建議行政當局 建議的一個締補安排 就是以後逢親有什麼逝世 有什麼辭職或者病重 總之未能履行到這個 立法會員職務的時間 但就不再補選了 就由這個 替補 怎樣替補法呢 就是由 這個比例代表制裏面 最大餘額法 剩下票數最多 那個名單上面 一個人也好 兩個人也好 看看出決幾個 就當選 這樣呢 他們就說 可以堵塞了1.5億 洗這個公帑的漏洞 但是1.5億相對於自由人權 我選舉的選擇 但是很無價 還有我覺得林瑞麟和黃正文 簡直是歪理連篇 最基本的政治學ABC都不懂 你說補選浪費錢 這些論調就真的很難成立 首先我們知道 在議會內國際的體制下 通常的規矩 我們看英國也很熟悉 新加坡也很熟悉 規矩就是五年之內 一定有一次選舉 但是何時選呢 就是執政黨的權利 通常我們都見到 大部分的執政黨 就不會等到最後四年零十一個月 那時選 因為那時沒有選擇 日期被人猜中了 通常很多時候都會見到 經濟形勢大好 或者自己的政治形勢大好 三年對自己的時機有利 那就選了 解散國會選了 如果你這樣說 你就會說 喂 不對 你應該等足五年才選 你三年又選 那你就浪費錢 那你就可能十年再選一次 本來應該選兩次 你選三次 那你就浪費錢 但我們見到 在民主國家 從來沒有問這些問題 如果他是跟足規矩要去選 那就去選 你不能夠以浪費錢為理由 不讓人再選 這是最基本的原則 當然大家也可以說 選舉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參與機會 是公民教育的機會 從理想角度來說 你絕對不能夠說選舉是浪費錢 你現在政府都浪費很多錢去搞國民教育 反而不是很公道 好了 我們不要說這個了 再去到這個技術的層面 即使你取消了補選 你真的沒有什麼理由 阿甲因種種原因 他離開這個立法會職位 你選最多票跟著最多票那個 這個自然而言通常是他的主要對手 你不做 就讓你最主要的對手做 真是代表性的問題 選舉的意義 真是完全違反了 我們會選擇一個很極端的例子 阿甲議員 不幸運 選舉之後三幾個月就不在 或者因病退休之外 立即不用問什麼了 就是他的對手上來 真是說不通 你怎麼解釋 因為那時候打經濟內地事務局 根據那份文件就說 荷蘭都有這個體選安排的 但問題是比例代表制當時的原意 是在於令到每一個社會裡面 每一個社會的聲音都可以按比例地在議會裡面 是可以發聲的 你現在換了第二個名字 所以別人的制度就是用這個 如果有出局的時候 用同一個黨來替補 台灣也是這樣做的 對於這件事 為什麼不是用同一個名單替補 而是反而用第二個名單 黃靖民副局長昨天在城市論壇說 要防止人們濫用這個替補機制 那你搞一個機制 你又防止人們濫用這個辭職機制 那你又搞一個機制出來 但同時又會產生另一個濫用機制 那其實是多餘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在於 逢親這個黃靖民局長 或者林順雲局長 都避不了這些核心問題 即是究竟比例代表制的價值在哪裏 他現在完全扭曲了 即是別人說荷蘭 喂同一個黨 為什麼你不同一個黨 同一個黨 他們回答同一個黨 就是會存衛 存衛也是比例代表制 可以做回那個階層的比例 之後回答不了 所以你講來講去都是 這些選民是選阿甲出來的 就算阿甲不做了 你無論如何都要給一個機會 跟阿甲理念相同 阿甲接受的人 你才說得通 如果你說敢不公道 那就補選過 你又不想補選 又用這個方法 真是很歪理 真是完全沒有一些 基本的政治常識 尤其是有些人妙想天開 在想 如果有這個情況 有些替報安排出現的時候 我是最大餘額法裏面 剛剛好輸的那個 譬如說可能那個議會只有八值 那就九 不好意思 不要緊 突然有排第九那個 排第九那個 我看看 我不如買起其中一個 買起其中一個 那我就上去 其實是變相鼓勵黑手黨的東西 當然這個是陰謀論 其實也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你一定要想到這樣的情況存在 我不知為什麼 政制局內地事務局 不會這樣想 可能有個飛機失事之類 做個炸彈 一句話說完 其實你說說陰謀論 其實楊謀論就是很簡單 楊謀論就是阿爺不想出現 一個變相公投的情況 就是這樣 因為阿爺一聽見這個 變相公投這個字 就很敏感 大家都知道在台灣 他是出動舉國之力 去游泳世界各國 阻止陳水扁地搞任何獨立的公投 甚至陳水扁地先試一下 當然不敢說台獨公投 先搞入聯公投 或者國防的公投 中國都很敏感 都盡量去打擊他 其實大家都知道 根本原因就是這裏 因為北京政府對公投非常敏感 不能夠給人 不但不能夠給你舉行公投 你提變相公投 他都非常敏感 都不准你做 於是特區政府就得到這個旨意 千方百計要倒截 總之不准你公投 但其實任何選舉 人家都有一個政綱 大家都知道 泛民的基本政綱 經常盡快實現相補選 這麼多年來都是 每次贏了都不理會 這些不要說 但你會見到 因為北京政府 政府有這樣的政治敏感的立場 於是特區政府要急急進從 還搞出這些事情 在搞的時候 其實都有少少的常識 即是最基本的技術運作 你就隨它 即是跟著黨的名單數下去 大家都在技術層面 都覺得可以接受 說得通 都可以說 當然 剛才說 你倒截別人變相公投 是幾不對的 是一個政治的考慮 但你現在連技術層面 都令到大家覺得 你真是基本常識 基本公平的立場 的考慮都完全沒有了 你真是陣腳大亂 尤其是如果你說選舉 選舉不只是立法會 其實應該行政長官 會議會都會是這樣 這樣就正了 如果一視同仁 我應該把所有替補安排 放在所有議會 和行政長官選委上 如果有人搞定曾蔭權的時候 就梁家傑做了特首 即是為了她腳痛 不要 曾蔭權腳痛 不能做特首 那是不是梁家傑做呢 你說清楚 是不是選民議員 這些事 為何行政長官不行 為何人功能組別不行 其實說不通 由頭到尾都說不通 有些人已經在這裡說 其實已經是可能要準備司法覆核 其實都差不多 又是濫用司法程序 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的法官開庭都很貴 但這件事關乎人權 每個人的選舉權 投票權 不可以被剝奪 雖然林瑞麟在這裡說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不認聯合國人權公約 第25B 但現在這個安排 其實是犯了25A和25C 不要說這些技術性的問題 基本的政治公義 你要說清楚才行 然後你不說這些規矩 不說最基本的政治公義原則 原來人權公約未通 當然北京政府都簽署了 還未正式人大通過確認定期執行 你說到這些又是 一些技術性的議題出來 真是說不通 首先你認為這份公約是否值得尊重 值得遵守 是 那你就要起碼要基本精神 如果你又說這些ABC 或者你基本上我們都看到 北京政府都有些打牛球 為了爭取好感他又簽署了 拖住人大 人大又不啟動程序去通過確認 之後亦都不定出日期去執行 表面上有一個小小的好明星 就是我都簽署了 實際上你就完全動都不動 不讓他執行 真是不太說得通 尤其是最不給的那個就是 這一點連諮詢都沒有 是啊 今次連諮詢都沒有 所以民間社會看下如何動 你見到就是 但是凡是阿爺 凡是北京政府非常重視的問題 他真是害怕 他真是連這些諮詢的戲都不做了 快刀斬亂麻 就是向阿爺表示效忠 這是最重要的 阿爺吩咐的事先做了 其他都不理了 都願意付出代價 你罵他都背起了 所以香港的命運真是 哼 替大家了 今集的過程講程到這裏 下一集再見 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